新年快樂,各位好,我是小高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PGY的一個產品 黑色的PGY的盒子 這個盒子本身就是來裝Mavic 2系列的 我會推薦這款盒子給各位 原因是因為,在我們新的產品有這款帶平遙控器 配件包的裡面那個包包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裝下遙控器跟主機的 也就是你出去玩的時候呢,你必須要另外再準備一個包包來攜帶所有的東西 這款PGY的包包,它是可以剛好裝下所有產品 那如果你是喜歡輕裝啊,非常推薦這款產品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著把所有東西裝進這個PGY的盒子裡面看看 那我們現在準備的東西有一台這個Mavic 2的主機 一個帶平的Smart的遙控器 另外呢,還有兩個電池跟一個充電器 充電器組合 好,那我們現在試著把所有東西裝進去看看 可是裡面呢都是做這個網路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刮傷你機子或刮傷螢幕的這個材質 那我們現在先把主機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是放主機的 兩顆電池,加主機上面的總共一次可以攜帶三顆 如果你是買這個全配組合的電池,剛好也就是三顆 那這個地方原本呢,它是讓你放舊款遙控器的 如果你是帶平遙控器的話,這個位置其實就放不下了 不過沒有關係喔,我們這個格子可以把它三加利用 就是放一些充電器等等的東西 那這一塊呢,它是做成一個有彈性的 一個綿質的布 我們把它蓋起來之後呢 上面這一塊它也是綿質的 那這一塊剛好,我們把遙控器蓋上去 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在運送過程中保護我們遙控器整個鏡面 不要被刮傷 好,那我們把它蓋上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邊還有一堆洞 好像這些洞其實可以去放一些你的備用夾啊 還有充電線等等的東西喔 另外你有浴片等等也都可以放進去 那往下壓,壓到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拿這個盒子喔 拉鍊拉起來 它其實就會很好的包覆住你的主機 跟耀控器 那這樣帶出去的話,盒子本身也沒有什麼重量 外面這個材質也是防水的 所以帶出去的時候就在一段下雨天 它也可以稍微有效防住一些外面的水器啊等等的 PGY的 Mavic 2的一個Case 這款盒子本身呢 它的售價也並不會很貴喔 售價是1400元 然後就是說如果你出門不想要帶太多太複雜的裝備 簡簡單單的這些幾個電池、遙控器等等塞進去 提起來就可以帶出門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這個非洲科技的官方網站來找好看這個產品喔 我是小高,謝謝各位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